那么说到这些精神呢 我想我们传统体育赛事当中有一个项目 绝对是刚才提到的这些精神的一个典型代表 那么这个项目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呢 它又会在今天的这个亮相当中 给我们的电竞的赛事带来什么样的激励呢 我们一起把目光投向大屏幕 祖国至上团级协作 顽强拼搏永不言败 是激励着代代中国人的女排精神 也是竞技运动所共通的精神 毕竟作为新一代热爱的竞技运动 您如何向传统体育看齐 发扬竞技精神鼓舞一代年轻人 从竞技运动交流的维度出发 狼指导会带来怎样的分享与建议 接下来有请中国排球协会副主席 前中国女排主教练 朗平女士上台 有请 非常高兴接下来又作为主持人和朗导 一起在这里跟大家交流 朗导最近气色不错 谢谢表扬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很高兴来到这个会上 我跟朗导呢 如果在体育界的话 我们肯定都是排球界的人 今天大家可能稍微有点讶异 这两个排球界的人 怎么跑到电竞的舞台上来了 我们接下来呢 会在这个15分钟的时间当中呢 通过和朗导的交流 来为大家解开这个小小的疑惑 那么既然是这个电竞的舞台呢 首先就要问一下朗导了 您是怎么接触到电竞这个项目的呢 怎么跟这个电竞结缘的 应该是2019年新年前后吧 有一天我在网上看视频 看到中国女排参加2018年 亚迦达的那个亚运会 亚运会的内容 后来我就打开看了看 紧接着跳出来的视频 就是中国电竞国家队参加亚迦达 对 作为表演项目 表演项目 因为当时我感觉还是挺幸运的 电竞可以参加那个亚运会 所以我当时听的时候呢 我觉得就是说 当时比较没有时间关注这个事情 后来我觉得 我也应该了解一下 这个电竞这个比赛 有一个这个比较直接的一个了解 所以我从头到尾 看了一个这个比赛 虽然没太看懂 但是有一些了解 是 可能作为老一辈的同志们 可能对于电竞项目呢 确实不如年轻的这个受众们 对电竞这么热衷和了解啊 但是您这个据说 这个在国家队担任教练期间 经常会目睹到 您的那些运动员 因为他们都是90后 甚至是00后啊 目睹到他们也会 特别热衷这个电竞项目 是不是 的确是 因为我自己有所了解以后呢 我就发现电竞在年轻人的世界里 还是很有影响力的 特别是我女儿 还有我的一些队员 听说朗岛也关心这个电竞啊 所以 问您玩不玩游戏是吧 所以他们就会很开心 跟我聊些电竞的事 所以我觉得作为长辈吧 能和年轻人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特别是我带队这几年吧 除了专注于排球 那我也要求自己呢 对新生事物啊 要保持这种好奇心 是 那我们刚才呢 其实一直在聊这个电竞和排球的这个结合啊 那说到这个呢 我们就不由的想到 因为现在电竞呢 刚刚进入到亚运会嘛 所以我们面临的是先冲出亚洲 然后走向世界 甚至称霸世界 这样的过程啊 那我们就想到这个我们的女排 也是在1976年啊 当时是在我们的这个排球的这个开山鼻祖啊 您的恩师袁伟明指导的带领下重新组队 那么76年之后 应该是过了两年吧 狼岛就作为运动员入队了 对不对 那个时候呢 我想您也是和您的那批老的队友一起啊 和袁指导一起 然后为中国女排 可以说是这个白手起家吧 对吧 共同创业 然后为中国女排冲出亚洲呢 去做出努力 那现在您想对我们电竞来讲也是一样的 电竞现在第一次作为正式的比赛项目进入到亚运会啊 对于我们的广大的电竞人来讲呢 也是面临的我们一个白手起家或者创业的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呢 就不知道在这个方面啊 狼岛您有什么样的这个经验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或者我们叫一苦思甜吧 给大家想一想 就当初您在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 记忆深刻的有哪些点 这个肯定第一步是面临要冲破这个日本的这个大山吧 对吧 对对 因为当时如果是说你的要实现梦想参加奥运会 你必须获得亚洲冠军 因为当时的规则是每个州的冠军有机会参加奥运会 所以作为中国女排来讲呢 我们获得亚洲冠军是至关重要的 它是我们的实现梦想道路当中的第一个目标 所以必须要超越自我 要超越这个历史 所以当时我觉得我们全国上下 在每一次的排球大集训当中 我们的口号就是苦练基本功 卧心长胆 战胜日本队获得亚洲冠军 就是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所以当时我们每一天的训练啊 各个方面就是被这一个目标 我记得有的时候为了这个训练当中和攻守和二船达成默契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练了七个小时 所以就是说从每一个方面来讲都要想 我这样能不能获得亚洲冠军 我是不是完成了这个自己的角色 我有什么弱点 我应该在哪方面提高 就是说除了睡觉以外 所有的时间都在想这一件事情 是不是在您的人生记忆当中觉得说 这个称霸亚洲当时的这个难度啊 和后面获得世界冠军的难度 简直也不堪上下是不是 是 我觉得其实我们感觉当时的实力啊 已经超越了日本队 但是就是没有突破 那个窗户只没有突破 对 就是他那个第一次的那种冠军啊 就是那种心里面的这种 对对方的这种心理障碍也好 就是没有完全冲出去 所以你就觉得你比他强 你也不见得能赢他 所以我们在后来在几次的比赛当中 不断的总结 不断的这个突破自己的心里的这种防线啊 就是要真的要相信自己 要敢于拼呢 那我们今天请郎导来到这个舞台上呢 肯定也是希望通过郎导的这个经验啊 能够给我们这个电竞的这些选手们 也能够有一些指导 或者让他们有些收获 那从您的观察来讲呢 您觉得我们的女排这个项目 和电竞项目 在特点上有什么共同点呢 我觉得其实我的认识啊 我觉得挺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更多的是在球场上奔跑啊 运动非常的多 从身体的这个调动角度来讲 对身体体能 你包括我们的三大球 足球啊篮球 它有更多的这种身体冲创 但是电竞选手呢 我觉得更近一点啊 他们没有这样的大运动量的奔跑啊 但我认为呢 他们有不同方面的需求 比如说他们的精力要非常的专注 而且他们的这个眼睛 和手的配合也是 也是非常严格的啊 我觉得所以说 在这一方面 我觉得还是不一样 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在 整体的配合当中 团队协作 团队协作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临场的应变 那这也是跟排球的共同点了 是吧 对的 因为每个人的角色不一样嘛 你比如说 我们在2016年奥运会的时候 我们有两个主攻 大家比较熟悉啊 喜欢排球的这个观众啊 你像我们 你看我们现在大屏幕上 看到就是里游奥运会的时候啊 我们主球队的表现 像我们的主要的分手朱婷 他就是网上前排特别强 那惠若齐就是不一样的角色 他虽然网上啊 没有这个朱婷得分这么多 但是他在后排的防守 一一传的保证方面 给朱婷提供了非常好的这个机会 所以我觉得这个一个球队 每个人有不同的角色 那要大家互相弥补 扬长臂短 其实您说的这个团队协作啊 这个精神确实是在我们的 这个电子竞技项目当中 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无论是王者荣耀啊 还是这个英雄联盟啊 这个当中也是涉及到 这个进攻啊 防守之间的互相的配合 所以这一点呢 我相信确实是可以 从女排这个队伍的精神当中啊 可以借鉴到很多 确实对于我们电竞项目来讲的 明年的亚运会是第一次 作为正式的比赛项目啊 我想他们对这个金牌 或者是荣誉的渴望 那是绝对能够让我们感受得到的 那么这个就说到当年女排第一次 获得亚洲的冠军的时候 我想这个当时的这个感受的朗导 您也确实是历历在目吧 所以我们也希望 同样的这个经历 能够对电竞产生更多的激励作用 所以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当年七十年代中国女排 第一次获得亚洲冠军当时的影像 在那两个小的约结架 在终于11这几天 中国认立了军1-3-1 怎么样郎导 是不是觉得历历在目 43年前 43年了你想想 是不是有很多熟悉的面孔 我看到还有孙静芳指导 我的老队友 当时第一次拿到亚洲冠军 是什么样的信心 您再给我们回忆回忆 虽然43年了 我觉得就是梦想成真 这么多运动员 一代一代的去努力 我觉得真的是那种喜悦 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的 但是当时其实我们的目标 觉得我们第一个目标要实现 那么接下来就是要走向世界 希望能够跟队友一起努力 能够获得世界冠军 就是我们的目标 其实是一个一个的在去实现 一个一个目标更高 但是我们有句话就是叫做 不及魁步无以至千里 所以您看朗岛后来在担任主教练的时候 每一次在第一年也是说 我们首先要获得在亚洲统治力 然后再去谈我们要去争夺世界冠军 或者这样的目标 所以说首先第一步冲出亚洲 对于我们任何一个项目来讲 我想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你看对于我们中国电子竞技队呢 很多选手都是非常年轻的 他们有很多呢都是 马上面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 那作为您呢您是有丰富经验的运动员 同时也是有丰富经验的教练员 您对这些即将第一次踏上亚运赛场舞台的 这样的选手们 您有什么样的建议给他们呢 我觉得虽然选手们觉得自己很有实力啊 但是到真正的比赛当中我觉得是非常残酷的 我觉得从技战术上我觉得大家肯定做了非常多的准备 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心理承受能力 还有一个就是临场的发挥 我觉得要把平时训练的东西毫无保留的发挥出来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够了 就不要给自己添加更多的压力 我觉得相信我们的中国电竞队 您看其实这方面朗岛应该是非常有经验的 因为你赛前准备的再充分 但是在比赛当中 它永远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结合 您看我们在里约奥运会上也是前面的小组赛 就不像预期的那样 但是呢很快就通过调整 我们就找到了状态 那么对于这些年轻的运动员 是不是也有可能会在电竞的舞台上面临 就是一开始可能 没有像我们准备的发挥的那么好 但是我们要去调整 那么对于这种调整 您有什么样的话要跟他们说的 怎么样调整才调整得过来 我觉得其实比赛当中 你先领先或者是最开始落后 我觉得都是很正常的 就是要保持一个平常的心态 面对出现不同的问题 要迅速调整自己 要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另外我觉得就是从开始到最后 只要比赛没有结束 场上的形势都会有变化的 所以希望我们的电竞选手 不管是在领先还是落后的时候 就一定要坚持到底 平常性 平常性面对 好我相信呢 各位电竞选手呢 也一定会从女排的这个过往的经历当中 去汲取更多的这个经验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从教练员的这个角度 因为我想我们这个电竞国家队的教练员 也非常期待能够从廊岛这取到一些真经 尤其是在大赛上 怎么样去指导队员 调节队员的心态 对吧 你有什么样的建议跟教练员说一说呢 其实也没有啊 我觉得比赛应该是训练的一面镜子 所以最重要还是训练 希望我们的教练能够更以实战出发 把我们实战当中 比赛当中将会出现的情况呢 在我们的训练当中都能够有所体现 另外一个就是充分的准备困难 不轻视任何一个对手 我觉得关键是细节决定胜负 我相信我们的教练也会调整好 我们运动员的这种赛前的心理状态 那首先呢就是说 还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我们教练要摆整好心态 在方方面面做好就是这个预案 我相信这个细节一定会在关键时候 帮助我们走出困境 好的我们杭州亚运会呢是经过推迟啊 现在是刚刚终于确定 要在明年的9月23号举行 我想所有的健儿和教练员 都特别希望得到朗岛的加持吧 所以我们最后也请朗岛为他们送上祝福 好吧 我相信呢我们的中国电影队 一定会做出非常非常多的努力 去坚持训练每一天啊 我们的这种努力精神 也是非常值得赞扬的 我们这些年轻的选手 那么在这里呢 我也祝福我们的中国电竞国家队 不断的超越自我 力争在亚运会上夺冠 书写新的历史 好那我们就托朗岛的吉言 祝愿我们所有的电竞健儿 在明年的亚运会的舞台上 能够为我们升国旗 奏国歌 加油 好加油 我们最后呢有请朗岛来到我们这个舞台正中间啊 把您的这个祝福也永远凝结在这个时刻 好不好 来